给你最新鲜的股市资讯 欢迎来到早安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Ronnie 今天是2020年7月28日 星期二 本节目宗旨绝对不在于鼓励 或者是去诱导大家进行一些 不必要的过于频繁的股市操作 另外呢 本节目也在尝试加入时间轴 也就是大家可以根据 YouTube的这个时间轴的片段 可以选取 如果只要我没有忘的话 以后每一期视频我都会加的 是这个样子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昨日的股市表现 在昨天呢 道雄斯上涨了0.43% 标普500上涨了0.74% NASDAQ上涨了1.67% 可以看见 又是一个以NASDAQ为主拉动的 这样的一个小牛市 一个单日的表现 好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首先先提一下 特朗普的贴身顾问 一位贴身顾问 现在被查出来感染新冠病毒阳性 那特朗普自然可能就会有一些 这个危险 但是目前来看到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 巴西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政要 或者是首脑也是感染了新冠肺炎 但是只要症状是可控的 应该就没有问题 也就是 其实得新冠肺炎倒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最关键的是看你到底有没有症状 以及对你的人的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OK 好 现在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 最近的这个英特尔的有意思的事情 英特尔和台积电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英特尔因为自己的最新一代的芯片 要延期发布半年以上 或者半年左右 那直接是带来了一个股价的暴跌 那与此相伴的呢 也就是英特尔的这个 我们叫这个另一个CEO 这个是Engineer 这不是Executive被炒了 这是一位 看名字是一位印度语 名字也很长了 名字也很长了 当然了再多说一句 跟一般来说 这么长的名字不会是高种姓 一般印度人来说 名字比较短的种姓会是比较高 这样 他是从2015年从高通挖过来的 这是从竞争对手挖过来的 但是从他带过来的时候呢 包括在上一届的CEO的任期内 他们两个人是大量的聘请外部的人士 聘请外部的资源 并且可能会有一些 像Drama或者Politics在里面 导致大量的英特尔原来有经验的老员工出走 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想到了当时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因为当时我还比较小 就是诺基亚不太行的时候 找的是微软的 Microsoft的那个鲍尔默 去当了他们的CEO 好像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点内鬼的感觉 当时感觉就是鲍尔默 就故意把诺基亚给搞垮的 而这个高通挖过来的 也好像把这个某种意义上讲 把英特尔搞得也够呛 这个感觉也是蛮有趣的 但是这是一个烂摊子 要知道 现在人士呀什么的 还有整个的像 Engineering的在英特尔的情况下 是一团乱码 一团乱码 这个CEO被炒了以后呢 他的这个人也被分拆了 然后团队也被分拆了 现在来说 需要一段的时间 去来拨乱反正 没那么容易 说短期内就恢复 以目前的观点来看 但是受英特尔影响呢 台积电的市值 现在已经挤入了世界前十 真真正正的台湾之光 台积电的股票代号是TSM 特别是他的股票在上一天 也就是上一周的 周五吧 可能是 还有以及昨天 周一实现了两连跳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特别是由于呢 我们这个英特尔 我们说他这个本身不行 这个就说了 然后我们周五的时候 还是周末的时候 也是在分析 他到底是会找三星 还是会找台积电 目前来看 至少他找台积电 找了一部分 在周一的时候 就放出消息来说 他在台积电下了18万的订单 18万个 18万个chips 那这个订单是6纳米制成的 在2021年要交货 或者2021年完成交易 受此影响 自然台积电的这个股票也大涨 并且因为这个风波 很多评级机构 很多评级机构 也给台积电的这个股票 上升到by的评级 之前可能是厚的 但是我估计 这两连跳之后 我觉得就没什么再买的必要了 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足够足够高了 就是这个样 然后目前来看 就是这些drama 但是AMD会不会因此受益 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 特别是 今天AMD也会要发布财报 这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 下一个 下一条新闻呢 就是我们昨天讲到过 关于SPAC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一个 通过这个SPAC上市的公司 叫DraftKings 它的股票代号是DKNG 这家公司 它的主要业务 就是经营这些线上的运动的游戏 以及类似于赌博的内容 相当于赌球 这些内容 它的这个走势 就很可以看出 在疫情以来 整个美国股市的表现 在最低点的时候 由于各个运动 都被关闭了 而且大家对它的 这个期望都很低 那DraftKings 它的股票一度跌到最低 跌到大概12美元每股 而随着疫情的恢复 好像感觉美股 整个失如破竹 美国经济也失如破竹 感觉是 不会被疫情所 太大影响的时候 包括各个运动队 像MLB 像这个NFL 都表示要开放 要逐步的恢复运动的时候 恢复比赛的时候 DraftKings股票暴涨 一度涨到42美元 但是现在随着运动队 又发现 好像不太行 像MLB又重新宣布 自己要关 那让投资人感觉 看到了这些体育运动的 他们的脆弱性 也就是随时就可能会有变化 它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那与之而来的 这个DKNG 也就是DraftKings 它的股票又跌了不少 现在跌到了35、6美元每股 那Take Home Message 就是DraftKings 其实是在 整个新冠肺炎疫情里面 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 因为它其实是 依附于某一些产业 才能生存的 像它就是依附于 这个体育产业 你没有运动 你去赌什么 对吧 你去这个 Fantasy什么 没法弄 但是呢 其实有一些 也是这个样子的 好像Netflix 像HBO 像Hulu 这些Apple TV Plus 也会有 因为为什么 现在他们的内容资源 可以说是吃老本 也就是疫情之前拍的 如果疫情会延续要 很久很久 怎么办 那这个拍摄内容 大幅度下降的话 那对于这些公司的业务 应该说也会有 非常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最重要的还是 疫情核实过去 这个lockdown核实过去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则 关于未上市公司的融资消息 也就是Row 这家公司叫RO 它的估值翻了三倍 因为它刚刚融了一笔 两亿美元的资 导致它整个的估值 现在大概在15亿美元左右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 被这个Persing收购 我们不知道 那它是做一家 什么样的公司呢 它最早是做 这个男士的脱发产品 以及做这种 博企功能障碍的 相关产品起家的 它这家公司 现在已经做了三年了 有三年了 那作为一个典型的 这个初创公司 它肯定要做一些突破 那它就采取了这种情况 首先是 它是直接对消费者的 直接它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 相当于你在Amazon买了 直接给你寄到家里 这个也是一样 这些 说是药吧 或者是VIAGRASS 直接会寄到你的家里 你不用去 这个药店去直接拿 当然了 我们知道 这个VIAGRASS 在这个Pfizer的 这个叫什么 专利 专利早就过期了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 自由生产了 是这个样子 那同时它也用一些 比较讨巧的包装 看起来比较温和 不会让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是在服用这相关类型的药物 采用了一些比较 讨巧的 比较温和的包装 第三点 它是包括 尽管你现在如果是在 这个肉上 你要买VIAGRASS 的话 还是需要 处方 还是需要处方 但是你可以通过 线上完成整个的流程 就是也就是 你通过这个可以online的方式 找你的这个doctor 通过你consultation 给到你的这个处方以后 你可以就完全的 这个在线上完成这些所有的内容 虽然你还是需要处方来去买这个 但是呢 现在来说 这个肉呢 它不仅仅做这个了 它现在已经想让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这种线上的 B2C的 这种像类似于Amazon的药店 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像Walgreens 像CVS这种老牌的 仍然有很强的统治地位 并且 他们俩在 特别是Walgreens 在这个coronavirus的这个期间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表现 似乎也彰显着是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 这个行业 并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行业 所以说 以及这个肉 是不是能真正打出自己特色 其实是都要画一个问号的 这就是我们的观察 对于未来 如果的未来 至少不确定性应该是很多的 并不能说不看好吧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组快讯 首先是关于Google的 Google把自己的 这个由于新冠肺炎导致的 这个work from home的这个命令 延续到了2021年的7月份 这就是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所有的员工 所有的员工都延续到2021年的7月份 一方面 就是谷歌这种公司 它本来其实就不太严格 对员工要求 另外就是可能 他们对于新冠肺炎的认识 就是说 这个东西现在是什么严重 另外再说一句 就是根据这个 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平常管员工 不是很紧的公司 可能反而更有力 因为Google其实 本来 它的work from home 也差不多了 大家应该也知道 特别是对一些 比较senior的开发者 或者是员工 那下一条新闻就是 Moderna 它的股票代号是MRNA 它又得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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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得到了 4亿7200万美元的funding 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上 挺能拿钱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政府就给着 逮着Moderna给 虽然我之前也聊过 我问过我这个 在这个类似于 CDC的这个朋友 他说这个 当时就说 MRNA就是比较promising的 相对来说是比较靠谱的 但是我感觉拿了 真的是不少钱 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公司 都比较promising了 当然了 他们也都拿了钱了 反正是 MRNA因为这个股票没少涨 股票没少涨 第三个快讯就是 我们的这个国会 现在来说 又开始准备出发 这个另一个 我们叫这个stimulate 这个刺激法案 首先目前来说的 这个条款 就是包括 1200美元的支票 又要发1200美元了 另外就是这个失业的 这个补助呢 现在准备可能要降到 每周200美元 之前是600美元 而这周已经停掉了 这周已经没有 这个失业不住了 现在就是这样 接下来一条快讯 则是关于这个玩具厂商 Hasbro的 它的股票代号是HAS 它的整个销售 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这有点像我之前讲的 像这个Netflix 其实严格来说 Netflix他们还没有遇到 像这个DraftKings 也就是他因为没有这些 新的这Marvel 没有这些新的这些漫威的电影 不好意思 导致他的相应的这周边产品 这些小人 卖不出去 或者是说没有新的产品 因此呢 他的这个销量是大紧 最后一则快讯则是关于华纳兄弟的 他的这个恐怖片 Tenet 准备在国际的市场 在8月26号上映 但是在北美地区市场上映还是1157 那就是这个样子 那本日呢 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 一个是这个Consumer Confidence 这个是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 中部时间的上午9点 以及西部时间的上午7点 那同时间也会有一个 我们之前也讲过的这个 Richmond Fed Manufacturing Index 那这两个数据的这个 Expectation 还有上一个月的这个比较参考呢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的这个Description里 另外就是今天 或者说其实本周都会有大量大量的财报发布 像今天盘前比较重要的有3M 3M公司 还有这个Riffin RTX 还有Pfizer 这都会 还有以及这个McDonalds Medon Law 都会发布财报 盘后的公司呢 则会有这个V 还有Visa 也就是还有Starbucks SPUX 还有AMD 这个与英特尔相关的 不好意思 我刚才手机挡着屏幕了 必须要那样看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下 股指期货的情况 道琼斯指数下降了135点 现在是26349点 标普500指数下降了12.75点 现在是3219.5点 NASDAQ指数下降了59.75点 现在是10615.5点 现在看出来 这个股票期货 股指期货又是在下降 或者你说在回调 再看一下这个原油期货 WTI原油下降了0.48% 现在是41.41美元每桶 而布伦托元油上涨了0.07% 现在是43.44美元每桶 可以说是没什么变化 而黄金期货下降了0.48% 现在是1946美元每盎司 注意这还是2020年12月份的黄金期货 并不是8月份的 现在正处于一个rolling的情况 那以上就是本期早上话 接着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